像我們剛才新聞中看到 有影評人覺得說 有可能是李奧納多拿下這次的影帝 那麼就你來看 馬修麥康納還有李奧納多 誰的機會是比較高的 我們從目前 就是其他不管是影評人獎 或者是說其他大大小小的電影獎來看 當然好像馬修麥康納的 這個迎面比較大 尤其是他已經拿下了 演員工會的最佳男主角 這個通常就因為他等於說 有一票演員幫他在後面 所以說他的勝出的機率是比較高 不過我們從表演上來看 就是乍看 我們以演員的形象來說好了 一般我們會覺得 像馬修麥康納 以前大家都覺得 他是個性感帥哥 你可能是個男有小生 對 食人雜誌的 性感男性第一名那種人 可是你到了 要命紀錄俱樂部裡面 你看到他的樣子 他其實就是為了這個片子 他瘦身大概將近了20公斤 所以這個行銷骨灰這種 得了艾滋病的 的一個德州牛仔的樣子 會讓你覺得 跟以前他的樣子完全不一樣 截然不同的兩個人 光是那個外表 就是演員為了入戲 而所做的努力 我覺得他就可以 在第一步就先說服觀眾 對 你提到外型的改變 我可能想到還有一個演員 就是沙利賽隆 他演了女魔童 也是因為他不辭得到的 他也是刻意的變醜增肥 頂厚 對 對 他這部分 就算了